哈 寫作對我來講就是證明自己才能 然後也是一種生活娛樂 然後你可以重重找到 很多你日常生活看不到的事情 然後或是你可以看得更細的事情 我覺得這是我從寫作得到最大的意義 寫作的意義就是可以用不同的視角 然後不同有質感的方式去描述一件 就是我講更簡短一點就是用一個嶄新的方法 描述出我們平常眼睛所看到習以為常的事情 像是路上的馬路這樣 寫作對我來講就是我可以用一些 用我的創作去把我想要講的話 講出來然後跟整個社會對話這樣子 我覺得其實很多時候是 我的腦袋裡面有很多話想要跟大家說 我很想讓這個世界知道我在想什麼事情 就是這一個想要說話的慾望 讓我一直想要寫劇本寫下去 很多時候其實我自己在表達上 並不是能夠隨隨便便的跟陌生人 或是跟大眾談露自己的心聲 可是很多時候透過一些轉化 我會把我自己的煩惱 或者是我在關心的事情寫在我的劇本裡面 然後透過演出透過被大家看見 好像我說的那些話透過角色的觀點 可以讓觀眾更理解我在想什麼事情 對我來講就是督促我繼續去寫劇本的一個很大的動力 因為《尋陽記》這本書它是我的第一本書 而且它所匯集的經驗是我二十幾歲以來的青春時光的經驗 這大概就是我青春時光留下的唯一的紀錄 我非常確定我寫下一本書的時候 我已經不會再有二十幾歲的身體跟二十幾歲的心靈 所以它對我來說就好像是一個青春的標本一樣的東西 讓我過去的這一段青春的末尾可以留下紀錄 如果寫作作為一種創作形式好了 我覺得它都具有一種把你 因為人是很健忘的 然後會經歷的事情也會隨著時間過去 然後不斷不斷的有新的東西 可是寫作就像你做一個作品一樣 就是它會保留起來 對 那隔一段時間 它一旦被保存在那裡了 那隔一段時間有時候不懂時間去看或什麼的 其實感受也會不一樣 對 所以我覺得寫作這個能力很重要就是 它有一個保存的功能 對 那當我覺得這個東西很重要的時候 它不只是我想要保存下來 我也想要讓它可以被保存下來 所以才可以被看見 就像博物館一樣 對 以我自己寫古典詩為例的話 我相信很多人都能夠承認 在現代台灣的社會情境裡面 寫古典詩可能是一項西洋的手工藝 連手工藝都說不上 因為寫詩其實很難變成一個產業 而且寫詩產業化恐怕也不是什麼好事情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也能夠承認 如果能夠曾經細心品味古典詩 它其實還是很多的美感 是現代文學或現代詩 乃至於其他的文學形式所不能取代的 這個小眾的原地 仍然值得我們細心的去裡面觀察 採集甚至進一步耕耘 就必根目 我覺得創作跟終點上 就是副作的東西不會有負負我自己 然後文章前故事都是存心 我覺得創作可以展現我的意志 而且文學是能夠超越時空 限制發生者跟世界一代一代傳下去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有一句話是說 真正的死亡是被人遺忘 並且創作人真的得到優勝 鑰兒 最正的死亡 maan